但是講到激烈競爭 就怕以後金馬跟金鐘獎都被大陸給壟斷 所以現在大導演王小弟跟其他棋尾 電影跟電視劇的導演是共同成立了表演的教室 學費雖然不算便宜 但是強調可以從他們八位風格迥異的導演身上 吸收深厚功力 八位金牌導演一字排開 他們拿過的金馬金鐘獎超過十座 不過這回他們要通通化身成老師 培養年輕的下一代 不讓台灣演藝圈出現斷層 我們看到大陸 香港還有韓國的很多 現在很多演員都很優秀 那我覺得我們台灣好像也應該做點什麼事情 不要一直浪費時間 不論金鐘獎還是金馬獎 近幾年的得獎名單都能感受到危機意識 大陸電影來勢洶洶 台灣電視劇似乎也難走出自己的風格 於是八位導演大團結 有信任推手王小弟 國際導演等級的蔡明亮 還有金鐘獎加持的曲友寧 決定開班授課 加強演員的演技功力 常常拍的很多新人 因為他們沒有上過什麼表演課 就常常已經在線上 這個表演教室 可以先讓演員來上表演課 然後讓他們可以進入我們的作品裡面 就怕競爭力輸給其他國家金牌導演挺身而出 要一起為台灣出一份力 雖然學費要價不費 不過有八位大導演的光環加持 想必可以激盪出更多創意靈感 只有你自己的樣子 你別再寫! 我太過了! 你別再寫!